唯一被盟军机枪打死的德国元帅,曾临阵拒绝执行希特勒指令。 德军中有这么一位不怎么合群的元帅,因其做事往往都是瞻前顾后,贝隆梅尔等新兴德国将领称为老顽固,而他确实够老,他的名字叫费多尔冯伯克,从名字中的冯字,不难看出他的地位非同一般。 那时德国名字中带有冯字,往往都是普鲁士军士贵族出身,这群人的先祖往往都是从条顿提示团时期就依附于德国王族的士兵,是德国传统的军人贵族,即所谓的荣克贵族。 因而伯克从小就会捂到弄霸,至于文化可,大多数都是培育对主上德意志皇帝要如何的忠心以及军人不设政的原则,所以就算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将德国搞得乌烟瘴气。 伯克都是坚定地选择视而不见,一心只想着如何将手中的士兵训练成必胜之军,而也正因他对不设政传统的坚持。 当希特勒当上元首大刀阔斧的清查德国军队,无数非希特勒嫡系军官纷纷落马之时,伯克却意外地被围以重任。 1938年,希特勒计划吞并奥地利壮大德意志势力,伯克被选中成了出烧利剑,被授予上将军衔,带领德国第八级团军直接扑向奥地利, 用武力震慑威逼奥地利同意德奥合并。 而德奥成功合并后,伯克被论功行赏,德挂上了大将军衔,只为当上了第一集团军群司令,并于1939年9月1日执行了昭明的白色计划,率领63万余人,自东普鲁市方向全面夺回所谓的波兰走廊。 相对的由于德军攻击前征兆全无,波兰军队是一溃再溃,直到1939年下半年,德国人将其手都划插为了个水泄不通,波兰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向让足迹,然而为时已晚,1939年9月27日划插轮起。 此后不久德国开始执行陕西法国的黄色计划,这一次伯克虽不是主攻,但他阎工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若没有他的部队卖命的表演,将因法注意力此此地拉住, 则德军能否成功翻阅阿登山区都是问题。 因而战后论功行赏之时,提特德为伯克带上了元帅军衔来已是肯定。 1941年德国陕击苏联,伯克被委任为主力军团中央集团军群的司令,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拿下莫斯科。 战争初期伯克可谓战无不胜,击溃百万之众的苏军,往往就在他的弹指之间,一时间苏联军人可谓是谭伯克而色变,但是他的传奇终结到了希特勒手中。 当伯克所部距莫斯科400公里的时候,希特勒突然叫他停步,先帮南、北极团军拿下乌克兰等资源丰富之的。 希特勒的想法原本是不错,拿下资源,德军就能就地补给了,时间是八月中旬,但是这可把伯克惆惨了。 他看着莫斯科的军队,一日比一日多,心痛啊,原本几乎已经被打得不设防的莫斯科,经过数月的补给,摇身一变,已成吞兵百万的要塞。 在伯克停步两个月后的十月份,希特勒见天气不差,急忙下令立马拿下莫斯科,然后战绩已经过去很久了, 那时的莫斯科,一点也不像一座城,而是一种巨大要塞。 对于这块到手的肉,伯克转身看了看身后的将士们,急忙致歉,而出于军人服从命令的忠诚,伯克所不得不得拼了命冲向莫斯科。 战役开始之初,还是蛮顺利,由于苏联军队的军事结构,有很多孩子组合,因而德军得以突破莫斯科外围,然而随着天气的骤降,苏联大地开始截平,德国因东庄不充足陷入了困局。 至于苏联方面,草旧已经囤积充足武制,渐渐了德国在薛伊少良的状态下跃打跃没劲,反观苏联在12月5日,以吃饱喝足的姿态发起了反攻,致使德国一度陷入了完蛋的困局。 面对苏联撤强悍冰封,希特勒下令死守阵地,但被前线最高指挥官伯克,完全博士而原路返回,而伯克个人也因此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12月19日希特勒批准伯克休假的请示,正式解除其身上职位。 但无奈的是,1945年5月5日,伯克在德国郊区,偶遇一小撮盟军飞机,而这飞机突然下降扫射,伯克不幸遇难,成为唯一被盟军机枪打死的德国元帅。 配图来源网络,没发现版权声明,版权人若觉不妥,联系我们,参看资料,伯克元帅,中国网。